第二十五集 我下意识地说 水 水啊 这个时候余光之中 有一个倩影跑过来 然后我的手就被紧紧地抓住了 然后一头秀丽的压色的长发 就把我的眼睛的世界给填满了 就听这个女人 莹莹地哭着说 陆哥 陆哥 你终于醒了 我看不见 但听声音我知道 是小美 于是我要用劲地喊 我的声音色得很 可是她听清楚了 连忙去倒了一杯温水 一点一点地为我喝 门口又进来了几个人 有阿根 还有我店里的那个老油条 他们围着我寒暄了一番 围问着 我这心里边有事啊 也只是应付 等到我这喉咙不再难受了 我才问是怎么回事 阿根说呀 说那天他接到了我的电话 他一分钟都不敢耽搁 立刻就报了警 同时呢 往这个南城车站的这个SS酒店就赶去了 到了车站 汇合了出警的警察们 紧赶慢赶地跑到了11楼 刚一到走廊 就看到我躺在这个走廊的地上了 一个道士跟一个黑猩猩一样的这个生物啊 在那打斗呢 警察们示警不行 开枪打伤了那个黑猩猩 结果那家伙见识不对 打伤了两个警察就跑了 阿根说 还好这些警察带了枪啊 要不然 那怪物可真难对付呢 跑了 他点了点头 这时候 医生在护士的带领下过来了 给我稍作检查之后 说我这个身体素质还可以 断了三根肋骨 但是恢复得不错 安心治疗吧 我就说了 我这个大概得多久才能出院呢 他说呀 先等一个月吧 等情况稳定了 再回家休养 我没敢问 做手术的时候 有没有从身上溜出一条肥虫子了呀 他们也没再说什么 宽慰了我一会儿呢 他们就走了 我就问阿根 我昏迷几天了 现在什么时候了 阿根说呀 你啊 昏迷足足有四天了 你抬进医院的时候 跟死人一样 我们都准备给你搞丧事了 幸亏人家医生医术高明 爸 一会儿得给人家 封个大红包去啊 我点着头 说行 从我那个账里边出 我看小美脸色疲倦 就问她是不是好久没睡了 小美甜甜一笑 摇头说没事 旁边一个店员 笑嘻嘻地说 哎呀 小美同志 这三天都没睡好觉了 她把你当老公一样伺候呢 小美脸一红 扭过头就脆了一口 不让她乱说 我很感激地对小美说 谢谢 她点红了 站起来说她回家了 去给我爆一点汤 像我这样断了骨头的 就应该喝莲藕炖龙骨 我目送着小美出去 阿根说 小美真心不错啊 对你好的呀 跟自家未来的老公一样 哎呀 贴心吧 是的 哎 你可得好好把握呀 我摇了头不说话 阿根有点急了 不是 你 你 你嫌人家文明低还是怎么着 啊 不是 还是 嫌人家谈过男朋友的事啊 我告诉你 这个年代 像她这么漂亮又贤惠的女孩 真的不多 我没说话 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啊 要说我对小美没什么感觉 那也是骗人的 啊 这么一个青春美丽的女孩子 哎呀 就对眼球都是一种不少的安慰啊 又美丽又有活力 勤劳善良 但是我对她真的就没有那种很浓烈的感情 你反而是珍惜的那种 哎呀 关键是 她对我这个事业也很重要啊 而且我真把她当朋友了 这关系要闹僵了个不好收拾啊 我就问 那天那道士呢 阿根见我避而不答 她的问题有点不舒服 她语气声音的说 也住院呢 那小子伤了手了 我说 哎 能帮我叫一下她不 我要单独跟她见一面 阿根本来不想动的 但是 又想到了我的另一个身份 那定然是有急事的 就站起来说 行了 我帮你叫去吧 阿根出去以后 我手下的那两个老油条店员围上来说 那倒是是个花花肠子 说是你朋友 住院这几天呢 我们也给她送饭 天天没事 照护士小姐看首相 身边围着一群妞 不对了 上次啊 跟你讲 在西角城按摩院碰见的那个长毛小子 就是她 哦 我点了点头 知道了 谢谢你们 店里忙 赶紧回去 照顾生意吧 他们两个呀 是那种老炮油子 做事懒 一个月大半的工资 都花销在这个 那种场所上 但是为人呢 还可以 机灵 嘴也勤快 放店里边招揽生意 是吧好手 我对他们也不错 时常关照 偶尔向我借钱呢 数目不大的话 我也就不拒绝 所以他们很听我 自以为是我的人似的 见我这么说呢 他们点了点头说 那好吧 赶紧回去给同志们报告 是路过康复的这个喜讯吧 又过了一会儿 肖克明这个杂毛小道 穿着病号服 吊着一只手进来了 我示意阿根在门外待着 阿根点头没有进来 病房里几张床的病人呢 都在各干各的事 或者是睡觉啊 或者是玩手机啊 也不理会这边 肖克明搬了个板凳坐下 坐了一个衣 说 路导游 终于醒了 频道也算是了却了一桩心事了 我先感谢了他的救命之恩 然后焦急地问我 那个瓷罐怎么样了 我现在最着急的 就是躲躲的单位啊 当时瓷罐被毁 石油流出 躲得无家可归 神魂经济 而且是高叫了一声 别人看不到 这杂毛小道发力不行 眼里劲倒还是有的 他定然是看到了 他微微一笑 卢道也 想不到你居然是 南疆巫骨之刀的传人哪 几种本命金藏骨 有样玉泥灵统 端地是阔绰呀 石井啊 石井啊 我鼓着脸 不是 不是 后来怎么样了呀 他眼睛一转 说频道这几日 花笑神道 只要受了伤 囊中羞涩呀 不是 我报销 我报销 他又说了 你闹在此 人生地不熟 也没有一个落脚之处 去那道教协会 人家也不收留 我说那行 那住我那儿 住我那儿 他终于满意地笑了 手伸进了怀里边 拿出了一个东西 这是一块 八张答的 暗红色的玉器 块状 质地细腻 均匀 蜡状 至油脂光泽 边际浑源 雕刻有天狗时日的图案 造型孤魄 可是这个雕刻的记忆 可不这么高明 有点简陋 并非是专业匠人所为的 我就说这啥玩意儿 萧可明得意地说 这是他的本命玉 虽然用的是 档次不高的绣炎玉 但是经过了一番心思 并且进行了处理 什么处理呢 他说呀 他刚出生的时候啊 家中的老人 便已治好了此语了 算好了生辰八字了 屋内刚一鼓鼓落地 外边就一刀捅入了 方圆百里最健壮的一头 公牛的肚子里边 抛开了腹部 趁这个牛鞋 还没有凝固的时候 把这个玉器混过胎毛 心血放入牛腹之中 然后在缝盒 埋到了乡间小道的地下 过三年之后 取出来 这个鱼上就会出现 有土花的血绊 与初启蒙世的 这个小肖克明 他依然是能够血脉相连了 然后呢 把其佩戴于身后 就会心思聪明 能变阴阳 成人的时候 还会有一牛之力 我不听他这胡奏啊 我还是直接问 对不对 行了 我们家那个朵朵 现在怎么样了 肖克明把这个玉放在手里边 说自己 感受咯 感受咯 我沉心惊气 我摸索着这个光滑 润滋的这个玉器 顿时感觉有一点亲切感 没一会儿呢 我就能够感觉到玉器里面啊 浮有着多多的气息了 它好像在沉睡呢 很安详 很平和 哎呀 这会儿我心中的大石头啊 才算落得低了 我常叹了一声 哎呀 幸好啊 肖克明说 不好 不好 我连忙问 你 你这话怎么说呀 他说 他这个玉培啊 待了二十多年 而他本人前程向道 玉正乾坤 所以呢 这个玉虽然是属阴的 然 鲜血尽燃 阳性浊弱 它并非常久居的地方 此刻呀 他持咒 让这个小鬼在这沉眠 可是不是长久之际 日子久了 小鬼的灵体自然会有所损伤 就会烟消云散的 他在人间的寄托物 依然被毁了 本应该就应该消失了 但是有个老肖在 出手 方能赞保灵体 要想留着他 你必须还得找 另外的寄托物 我说 是不是 那就 再重这么一个死罐娃娃呢 他摇溜头说 不可呀 不可 你那居鬼的手法 应该是南疆一派 简单粗暴得很 非我中华正通流传 本也可以 但是此刻小鬼的 骨骸骨灰毛发 即使是有 君与异落 古漫童此管载住 一无一一了 他说到这儿 我就想起来了 我想起了 十二法门 屈翼一章中 所说的一句话了 我是苦苦思索呀 我想起了 十二法门 屈翼一章 所说的一段话了 于是我就问 是否可以用 殷属的老木 来替代呢 萧格平吃惊 说 你怎么也知道 我毛山居鬼之法呢 嗯 不错不错 其上了年岁的柳树 铜树和槐树的树心 雕刻成符 具有锁魂的功能 这其中 以槐树最佳呀 说这好呗 要说什么银杏啊 秃山啊 四合木啊 这些个珍稀的植物 我还真的难找 老槐树 那满东管城 到处都是 随便找一找 园林公司 看能不能够啊 弄一点来 萧格平摇了摇头 嗯 此言差异 这槐树与槐树之间 是有差别的 风水朝向 树林形状 环境影响 都直接影响到 其最后的功效和原理 弄好了 故魂养体 弄杂了 化为灰灰 也是有可能的呀 拎道子又洗得一起书 名曰 观山自七八境界 颇有心得 前几日 见到 环城河畔 有一锦棺树 树林过百 形状十分出气 心有所感 破绝有些缘分 如今一看 果然是有用场的 只是 那树位于公共场所 人来人往 又有城市管理者 敦守其间 我若失去取其心 难免会遇到一番 伯折呀 我算明白了 这杂毛小道 兴奋的 自夸的时候啊 那便说我老肖 装模作样 讨价还教的时候呢 就自称贫道 嘿 果真是个 鼎鼎讨人闲的家伙 不过呢 我这个心里边 关切着朵朵的安危 哎呀 我无奈呀 我只好是 受人以禀了 说你就去吧 我这个陆左定然 不会忘记 你鸽子的 这一份恩情的 滴水之恩 我定当涌泉相报 得到了我的许诺 这杂毛小道 笑嘻嘻的 他说 我们两个 有并肩战斗 之一啊 谈这些作甚啊 谈这些作甚啊 太俗了 说到这儿都画风一转 说东关此地方景甚好 他还须在此盘缓数日 既然大家都这么熟了 他也不客气了 就在我家站住 几日 我咬牙说 行行行 门儿 是不是说好了的吗 啊 你你你 你就当自己家 谁客气 谁是王八蛋啊 说完了这个邪哥 小可明脸色一正 说 你怎么惹到了 那个法师呢 他适合来历呢 绘画廊的人 已经没有人性 变身为妖了 我说狗屁哦 咱们都是内行人 你别哄我 这是袁诗祥 最早啊 出现在古印度的 维陀教 苏罗门教 啊 古已有之了 而且是猿人 不是狼人 你堂堂 一个中华国粹的先行者 啊 有那么喜欢看西方的 这个奇谈异志吗 我说你这好 好莱坞这大片 是看多了吧你 小可明很吃惊 呦 老弟啊 你有如此之见识 竟然没有见过妖吗 何为妖 反常计为妖 你还以为妖怪都是西游记的人妖吗 哎呀 我刚醒过来 我没多的劲儿跟他争 我只能是挑紧要的说 当得知啊 那个家伙是我的师叔的时候 我摇头探说 哎 同门相见 哪都有 这语气啊 似乎有一肚子的心酸 要清素似的 然后他又问我了 说那本引起武林之中腥风血雨的镇压山巒十二法门这本书 现在在哪儿呢 我老实说 烧了 他心疼得很 说我是败家子 啊 这样一本前辈留下来的心血之作 怎么可以付之一句于你 啊 你这死货 就这么绊着嘴皮子 他还向我要这个行动经费 说事不宜迟 说今天晚上啊 哎 他就负着伤 去为我取这个怀心